好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講完這個上低音號之後 就講回一套 一個季初很有人氣的一套 有哪方面的人氣先 你說清楚 角色方面的人氣 是屍體的人氣 可以的 是啦 藍絲很有人氣啦 跟著要講那一套就是在地下城尋求蟹后 是否搞錯了 真的搞錯了 搞錯了在哪一套 是尋求蟹后方面解錯了 我覺得尋求蟹后那一方面是很正確的 是尋求禮儀 禮儀 打地下城的禮儀 這個是一個國民教育式的比想像RPG 打online game的人都要先看一看 所有的冒險者上的必修一貨 這個禮儀在哪裏呢 這套東西設定 其實也是跟今季另一套可塑性記憶一樣 設定性是設定得好死 很多時的劇情位 一去到一些我們應該會覺得嚴的地方 但是當他肯定會套進設定裏面 我個人就整個單 但是這樣 如果你說死的地方是在於我們那時候 貴初說的就是 基本上那個設定就是一個合法的主角威能 你那時候就說主角有一個思念 有一個想變強的意識 你覺得他沒有去到那個位置 他開頭的第一個二人就是英雄與一心同景 這一個技能就是之前我們說過的就是祖索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他是可以升能力升得特別快的 但是那個技能不是就是兵的意思嗎 什麼兵 孤真兵 沒有關係的 沒有 他是同景英雄 其實當他可能達成了戰機那個位置 他可能會同景另一個 你錯了 那個不是叫兵 他是想征服他 應該是一個將軍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學大志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值得學走的地方 又要搬一下爺爺出來 這個技能是破格到很恐怖的地步 大家如果你說無論打遊戲也好 或者其實看一顆動畫 其實最基礎的知識就是A級是強 A級以上的就是S級 然後S級的頂峻就是SS級 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人能夠是什麼呢 在Level1的情況之下 他將他所有的stack 練到全部S級以上 那接著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那Level6那些是什麼單位呢 不是的 但是好像有人補充過 他的S級是Stand for Level1的S級 不是的問題就是 Level的S級是會不會比Level2的D級厲害一點呢 其實我到看完石頭動畫都不太覺得 1級跟6級 S級跟S級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裡面基本上 除了很主要的角色 不下於五個左右的 例如一開始練的牛頭怪 就是那個老體狂神的 我也想說老體狂 老體狂你根本是 他本身是披著一個斗篷的出場 然後就說那個什麼水 你那個老體狂沒見過 原來就是他來的 老體狂你沒見過 我比較少見的 他那個馬仔有Level6 劍姬有Level5 主角Level1 然後那些跟班的小人族也有Level1 那些練魔劍也有Level1 其他那些其實已經很少說過Level幾了 還有 還有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那個S級的東西 基本上除了神大人 每次檢查他背部 有人說你那個ability上了什麼級 或者有時候是不說的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reference value 究竟所謂的S級 A級 還是什麼 是什麼來的 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他是想塑造一種數值的設定出來 好像有一個系統 它是很RP式 就是他每天探險員 都一定會升stack的 正常如果你一個普通 可能說叫做修煉的故事 你不會一天 你每天升了1.A級high 恭喜你 Level神 你錯啦 只要你在雙城買了這個課金pack 就可以這樣做 正常來說 你Level1的時候 你上升的時候 等於你去升Level2 我會 Musik 我會或是這樣說這件事的 如果要用數值來量化這件事 其實你就要看了什麼呢 譬如10點的時候的敏捷席是一個什麼速度的表現 20是怎樣,100又是怎樣 我會知道原來D級和X級真的有很大分別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正如阿樹人所說 當大家透過看到主角的成長 看到他有一個表現上的分別 那你就可以做到 另外一個就是透過一個側寫 譬如說其他角色是什麼grade 那主角是什麼grade 對比他有個戰力的差異是怎樣 單問題來了 主角身邊的夥伴 是沒有大家知道是什麼級的 在那些什麼S和A之外 除了G級之外是不知道的 所以基本上同樣道理也是比較不到的 或者你也看到其實最後一戰 雖然可以比較快講這一道 但其實你會看到 每個最後一戰的人 總是拿出自己的技能出來 去打那隻大怪獸 你會看到其實每一個人的分別在哪裡 跟主角相比之下 我又不太覺得而已 其實你問我 就是看到強者和所謂的伸手的界線 其實已經是越來越模糊 數值那裡 先點題提出 這裡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直接影響了整套東西裡面 很多地方 突然間你覺得正常 應該會覺得是嫌的 或者覺得精彩的地方 他就是因為這個設定 而令到他突然之間 很奇怪你會覺得 他會不會有點像是笨蛋 測驗召喚獸那種問題的產生 他好像很嚴謹設定了一些數值 但那個數值對戰鬥的影響 又不明顯 是的 純粹是一個事後報告 其實我們在故事裡之前說過 就是 貝爾在城裡打贏了一隻大怪獸之後 然後 他繼續去 喊險之後 然後就遇到一個支持者 這一段的故事 其實 我是真的很難理解的 那一段 你知不知道 我是理解成 大家要把 那群冒險者 其實是什麼呢 那群冒險者其實是抗攻 那些怪就是抗石 他們只是拿一個坐頭 在那裡 不斷撞一些抗石 只不過那些抗石 是會走會走會攻擊 人物界 打怪就會調錢 但問題是 他不是調錢 要把石子拿去城裡換錢 我聽過一些原作的 看過原作的朋友去講過的話 其實supporter那裡 就是說 執石那樣東西 那些東西 其實是有質重聊寫的 但在動畫裡面 就是 喂 你不會真的請一個人來 幫我執石 麻煩 你覺得是很無謂的 喂 很重要 那些東西收入 你知道嗎 他那個設定是像什麼呢 他那個設定是像什麼呢 一個冒險者的職業 他的負重量不高 因為他要裝其他裝備 去做一些攻擊性的行動 要找一些背包大的人 去裝著 他們收集來的物品 那這個是什麼呢 是很典型打MMORPG裡面 點數分配這個東西 沒錯 只不過你將它變成 拆成另一個角色 去帶著一些東西 其實等同於什麼 如果你要玩Diablo 的話就是什麼呢 你要個隨從 當年Diablo 2裡面 他叫個隨從 的最大功能是什麼 就是讓他裝置一些 他不要的裝備 你真的不夠 我知道 就是很類似這個概念 但是 在動畫裡面 就是說 這個角色就是 揹著很大的背包 但是說 喂 很不科學 不是更接近的 我反而覺得 比較像電腦遊戲 先驚傳說那種 就是好像 電視帶個商人進去 但是商人就沒有什麼 戰鬥力 他純粹就是說 有個小車 他裝了一些寶石 但戰鬥力就沒有需求 他可以輔助 好笑 他進去整個包包 那我問你 收拾東西去哪裡 應該進去整個包包 空的出來 才正常 我想到畫面是 因為我一間去超市場買菜的感覺 有一個人負責推車 他就負責超市場的東西買進去 就是他要對著Baru 他就說 Mum 你想買什麼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就是 如果那些魔石是很大顆的話 就是我家裡飯的 但是你看到就是 哇 導演這麼小 你會見到就是 瘦仁那個supporter 他每次都是拿一個很小的袋 然後我就說 你背部那個其實是什麼 你到底是做什麼的 是不是名花 對 二切月八寶袋 可能 那個配合 我看不到那個supporter有什麼用 其實是 現在就說 我需要請supporter 他說 我覺得浪費錢 你還要對分我 自己撿過去 不要這樣 你小孩 你斷你的褲從來去S級 知道嗎 沒有的 他那時候soul call 就說有supporter 第一就賺多點錢 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你在去到貴尾裡面 你有沒有見過就是 因為supporter 撿東西 跟貝爾自己本身自己撿東西 那是什麼分別 叫做什麼呢 就是他可以殺得很爽 就是說什麼 後面有人幫我撿東西 我不需要自己撿東西 還有那個人去到後面 有一點點的支援 他有所謂的 射幾種字 即是指揮的那些 都是不要緊的 我覺得是一個 發開後攻的設定 沒有攻擊力 沒有攻擊力 我發覺是 除了可能指你 外見地圖功能 指你去東向西 不是 因為他的supporter沒有攻擊力 所以他就一定要 依照這個男主角 這不是的 如果你在故事的立場 你看到supporter的功用 其實就是 給一個新手的Bearle 一些suggestion 就是大家在這個面放的底下 就是什麼呢 在D2裡面 你有一個跟著你的卡印 到底 他屬於是鑑定的 其實他是屬於 但是他現在supporter 他又沒有說鑑定的 因為其實動畫裡面 除了魔石掉落之外 我看不到其他東西掉落 不是 他有 不是有的 牛角 牛角那一節 叫做什麼 We are Job 但是跟著被了武器 但是We are Job 他男主角會自己衝過去 他要去執行的 不需要supporter幫他執行的 那不清楚 他的設定 其實我覺得 你不如這樣說 因為supporter對他們來說 其實越下層反而越有用 他現在在Level1的情況下 他的supporter某個程度來講 這個是負類而已 不是 你要說配合的 如果你真的說 十幾層才請個supporter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會不會導致自己生命危險 不懂得用的supporter 不懂得配合的supporter 不是 因為整套東西都是很RP於是 就是 這一類型的角色 如果你玩好像你打遊戲的時候 這些supporter的角色 是要從小養起的 這樣才厲害 通常這些角色都是 你如果是Level高的時候 請了一個高Level的supporter 可能那些能力就偏向 不是你想需要的能力 就不配合你的 你說得好像那些養貓 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我覺得是那個concept 其實它是 這個也是耳朵的 所以你先報名一下 根據你的口味喜好要求 你的口味可圈可點 就是這個 是浴城計劃的意思嗎 你的意思是 OK 而故事裡面說的supporter 其實是為了想 賺多一點錢 脫離他的家族 其實他家族的concept 即是等於工會 其實你可以當是 我覺得有些不同的 他設定 工會是在工會接觸 他設定上應該是有些不同的 他有個神的 那個concept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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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要設定的 就是他要脫離這個家族 他就要給 即是每個家族不同 他要給一大塊錢 空美給維藥費 對 即是當然是屬身 即是當然會好像是 不過家族是一個 比較陰險的家族 雖然是為了一群喝酒的人 不是一個神陰險的 是一個家族問題 就是一個 就好像一群吸毒的毒癮君子 那樣 因為那個酒神的家族 就是當喝過神的酒之後 那個人就像上癮一樣 拿取更多的錢 就是為了喝酒 即是大家都要喝天拿水 讓酒就是酒神自己 這個完全是黑社會的架構 這個黑社會裡面 那些低層的年輕人 通常都是有部分 為什麼要有部分 就是要賺錢 他們要賺錢 就要跟黑社會做事 我覺得 這裡也帶出了一件事 就是之前 其實就是 貝爾那把的專屬劍 開頭被人偷了之後 然後拿去賣就不值錢了 即是其實 那個就是什麼呢 即是完全專屬武器 專屬武器 明明是全家寶 會安全 會安全 全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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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系統 即是你跟著你的升級 就會自己進化 它是 但是 它還要指定什麼 它是 這個是什麼 角色綁定的 是 不是 不行 不要提起這些 所以這個 這個位置 其實你看到就是 那個位置 我不覺得 其實貝爾的表情 就是 他做到這個人 就是很大量 完全是 英雄 英雄以後的數字 就是 哇 你困了我 你直接是 在地上 你錯了 這些不是英雄 這些是後宮王的數字 他爺爺教導偶方 這些不要理 他那個位置 你會看到的就是 貝爾的 無論被人 被他背叛了 是背叛了什麼程度 是有生命危機的 他是把他 偷了他所有東西 然後跟著又說 你去死吧 扔他在 沒落過的十幾場 是 跟著 這樣去 這樣去對待 很老實說 我先不論 貝爾是否真的 那麼大量 神大人都不放過他 其實都不可能 他講到神大人 就說 那算了 雖然那個是我唯一的券數 但是 他不介意的話 我放過你 哇 你這麼放心 他那個角色 不是作為一個 神的角色 就是 我老公 沒有所謂 我就沒有所謂 他那個角色是這樣 我反而在這裏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 他反而是一個 很古典 或者沒什麼古典 一開始 我看輕小說 會遇到一個角色 男主角 他是 他不會很有好難能力的人 但他打不死 有 so call 我都認為他打不死 他是一個好人 那就夠了 這個是很典型的 後宮男主角 我猜不到 我在2015年 再看這種主角 是在這裏出現了 我是 吸不吸引 我覺得你是見仁見智的 這個位置 我覺得會令我 這個故事很順利的發展 就沒有說很吸引 是standard 吸不吸引 那你說如果對方標題 即是等著死老爸老母 而已 吸不吸引 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挺吸引 的地下人限定 就是什麼呢 這班人呢 我可以說回賴兒的問題 你說賴兒 那不是一開始嗎 到了這一節 大家就會看到 在地下城裡面 最重要就是什麼 其實不要PVP 你看到就是 support下的家族 即是走神那班 其實就是什麼 難路搶劫 總之壞事做盡 相比起這個男主角 這麼一個好人 就完全是壞人的絕在 這些就是做錯了 從來 在打劫的位置裏面 當然是找一些安全的位置 你不會在全部 即是等於 我去回 可能葉行姐說的 R.O. 你會不會在那個R.O. 裡面很多怪的地方 然後PVP一個人 你是不會這樣做的 如果你有能力橫行 那個地方 其實是會的 那那個人明顯是沒有的 那班彈生是一直做活命的 你見他們 那個打劫方法 就是我扔那些 垂死的不知什麼獸出來 然後他們知道 貧死狀態 就會叨同伴 簡單來說什麼 即是R.O.的 還是故事G 我們好像是吃人米 怎樣 一粒八粒十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典型的 我說完其他劇場 天堂 扔些道具在地上 引屎狼沒有過來 屎狼沒有什麼威脅性 狼人 狼人都會撿東西 你不是真的等於這樣做嗎 我覺得裡面唯一一個在玩PVP 和陷害戰術裡面最成功的 是那個 矮人那個女生 即是 支持他角色那個 他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之下 扔一些東西下去 引一些手過來 給主角打 那些不是叫做得好 那些叫正常 其實 是前面那些有賊 即是這些 明顯是不會打地下城的 基本的規則裡面 所以就是尋求海後 是不是搞錯了什麼 根本都不會玩 尋求規則 搞錯了 OK 那接著 解決了這一件事件之後 接著那段 其實真正告訴你 打地下城 講什麼例 這裡其實就講他們 貝爾買了新的裝備 然後跟著就和學了一招火球術 那你服送給他 這些真是RLPG 讀完本書 一致性就學會了 金融 讀完本書就學了 很快 我見你骨骼精奇 給你武能比級學一學 連左右護白神功都不用練 就已經有這個火球術 是 不是 很舊式的RLPG就是 你那招法術 要學回來 不是靠 是道具書買回來 是的 是道具書買回來 不是靠任何升等級 復勁學回來 這裡就叫做 拿到技能有兩種手段 一種就是靠過魔法術學 一種就是靠他升級 自己領悟一招新的技能出來 當然啦 新世代RPG 你給的東西都是火金道具來的 肯定 沒有問題 不是最少強勁那堆 都是 獨一無二 那堆 其實去到這一節 其實最主要就是 打這個牛頭人 去到這一節為止 因為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就是因為 什麼 建雷與神 家族 就是什麼呢 犯了一個在地下乘序 不應該做的行為 拉火車 最重要是他們一錯錯錯 一開始藍書局 為什麼第一集會發生這件事 又是拉火車 你們這群人還要抓 是不是很壞 很明顯就是 他們都知道的 就是 一開始就是帶隊那個人 建雷與神 家族裡面 帶隊那個人說 我們這樣走不是辦法 然後見到那個人之後 他就說 沒有辦法就你了 那些就是PK 那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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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量力 去了下一層 但是不夠打 然後抓了一個 遇到一個 剛剛能夠駕馭這一層的人 就是害死了這些 這麼有潔度的冒險者 當然 另一方面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暴露狂 那個女神 下面有一條男人 就是丟了一條斧頭 給那個牛頭個人 然後那個牛頭人 就變成一個拿斧頭的牛頭人 是的 我不知道為何加武器 加武器 就是裝備提升能力 三個字 加武器 有沒有即加十 不是 但其實我看動畫 是唯一那段 我覺得是 比較奇怪的一段 就是 我覺得那段 不知道有什麼作用 他好像做到 他幫那隻怪練功 嗯 練高那隻怪的等級 但是很聞所未聞 不是 你不覺得 喂 有過這樣的設定嗎 不是 那個玩笑很奇怪 他是看著那隻怪 兩個四目膠頭之後 扔了那把武器出去 你練 完 不是 他會攻擊他 叫做什麼 原來那隻怪 都是可以提升熟練度的 原來他是純壽師 可能是一個新的職業 新開放的職業 你不知道嗎 你不怪有些王家衛的感覺 但是不是 有什麼 不是 就是我頭人 其實都是冒險者的 九十年代 頭那個時候 是有一類型的 online game 那些怪會撿了武器之後 他是會轉武器的 他完全是 我當然是拿了那類的概念 那時候是有一種做法 是扔了厲害的劍 然後他害死人的 我們再研究下去 可以猜到 這個作者最喜歡玩什麼 online game 這一節裏面 拉火車是不對 本身就是 健基的樂基的家族 然後就發覺 因為Supporter就去求救 在他們的途中的時候 然後跟著 班友來到之後 證明高等冒險者 真是高等冒險者 懂得守禮儀的 然後他一開始 看到 梅爾很危險 很危險 在那裡打 但好像都還沒死 然後呢 突然抓住他 說了話說 人家打槍怪 當然不能插手 然後他說 很有道理 對呀 你好 我一開始受人 是很盈棍 很淡然 很冷靜去說這句話 那時候覺得 你真的有說服力 很像 他在死 這叫做online game 禮儀 聽過 高等冒險者 就知道這個地下 地下的意思是什麼 人家打的是怪 千萬不能打 那和打online game裡面 我們的不成名規理 就是那隻怪 你在打 不是 online game的時候 有另一個情況 因為打了也沒用 這經驗不屬於你的 所以是不會打的 其他人被介入的時候 是能打到那隻怪 因為那隻怪 是能打到的 打是能打到的 但是經驗值 會是屬於開怪的那個人 所以 所以 通常是不會做八弓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動那隻怪 除非那個冒險者 已經死了 或者邀請你去 和夥伴一起討一隻怪獸 YES NO 因為這樣 有馬剛才說了一個情況 通常展形就是 你看到就是RO裡面打怪 大家是會知道就是 如果有人 就是經過打怪的時候 是會禮貌式的問一句話 啊 可不可以一起打 或者用不需要幫忙啊 等等的對話 那這裡也都 高等冒險者就是高等冒險者 就是知道就是 什麼叫守禮儀 那當然我不排除 藍獸人的原因是 最主要是說 劍基這麼留意你呢 等我 等我弄死你先 然後可能跟劍基解釋說 我也不想的 但是我是作為一個 叫做有禮貌的冒險者 有禮儀 人家打怪我 是不可以幫忙的 不過在動畫表現裡面 那群高等冒險者 其實是一群趕波傳 其實變成一群 嘩 他打不進的 為什麼 因為他撞得不夠深 在早上 他打不進了 解說完很重要的 那也是的 其實在動畫裡面 那個鋪排就是 如果他不說 就好像不像 沛爾打那些什麼 看碼 要看彪叔 彪叔說話很精 看碼很精 專業的 高等冒險者 去解釋 沛爾現在做什麼事 彪叔不是死的嗎 不要緊的 這就是實況 精神永在 沒錯 對決裡面 其實看到的就是 那幫所謂的 龐術員 鏡花所說的龐術員 即是花生友 他們說 為什麼 為什麼 這隻怪 是一隻level 1 打不贏的怪 你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制式的 就是 一隻怪 你如果用level 去衡量他 一個level 1的人 是會打不贏他的 那 即是 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或者純粹是 歷史紀錄上 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那不代表以後 不會發生的 那可能就是 那天發生 就是 level 1 單挑到這隻怪 那歷史就要改寫 或者這樣說 這個時候 就是主角威能展現的時候 一般來說 是打不贏的 但主角 就有他的魔法 而 你說這裏 那個劇情裏 我無可否認 打那裏 是打得很精彩 我覺得最好看是這一幕 為什麼整套動畫 打鬥情節 這個畫是做得最好看的 在作畫的觀寧感覺上 還有 我會覺得他好的地方 是表現到 生死衰目的感覺 我真的感受到 他是 如果我做不到這件事 我是會死的 那我也是OK的 大家看回U.B.DOT 你看到就是 貝爾那種是利用速度 去補強他的力量 就是你看到就是 他不是好像力量 一劍劈下去 一刀兩刀 他是什麼呢 直到速度 然後跟著 一個術語來講 一刀斬下去之後 然後借過自己衝去的速度 連帶這樣 就將斬擊 所以那一劍劈下去 他不是直線的 他是會 弄成形的 對 弄成形的 對 借著自己的體重 這位置 我是覺得最好看的 其實是 當然你看到就是 當他 看到就是 劈斷了牛頭人的手 之後 他拿了牛頭人的劍 當然 這個位置 你不可以跟別人的位置比較 因為他沒有說過 這是一隻RPG 所以OK我放過他 你明白 他的劍也是撿回來的 只怪多久 就撿回去 基本上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都說 最可謂的地方 他明明設到整個RPG 但他又不說這個RPG 這個就變得很可怕 因為叫做 刀劍神域 是有前撤 就是無論你這個遊戲怎樣 你都不可能凌駕這個系統 但這件事他沒有說明 這是一個遊戲 所以你這個遊戲是有得 有相確的 我簡單說一句就是 刀劍神域 有前撤 你不可以凌駕於系統 所以當跟別人 來到這個 超越系統的一擊 那時候 大家為何會吐租 這個就沒有系統 這件事 大家就不吐租 刀劍神域不是整套作品都是這樣的嗎 這個 然後這一戰就打得很精彩 但 最初打得最重要 我就說 我打得不錯 最後 最後 被龐白的一句 破壞了我整套的感覺 重點 這套是沒有龐白的 你說錯名 是獸人 那是亞馬遜 亞馬遜 亞馬遜那兩姐妹其中一個 我忘記了姐姐還是妹妹 說一句 這傢伙MV零了 巨語還是朋友 你忘記了 什麼叫亞馬遜 是不是黑肉 不是那兩個 那兩個 亞馬遜 亞馬遜是亞馬遜族人 他有寫的 然後他說一句 他MP零了 我真的說一句 突然之間 好像說 這球很精彩 然後有一條 你吃飯了嗎 不是啊 抽離了出來 他一路動畫一來都沒有說這個MP 即是沒有很著重說這個MP 那突然間 爆了這句話出來 就很行 他有說那個MP 不是 他是有說那個MPC 如果你說他精神耗盡的話 我都覺得 你借個意思去說 但他很明顯 那個日文那句 是說他的精神貴了0 其實這個就是奇怪的 我們剛剛才說 其實他兩句都有說的 他是說MP0 然後就說mental down 至少我是理解不到 我們剛剛才說 就是那些設定數值的東西 不綁死 令到他多些變動 那現在 你就跑去某一圈 有一個MP設定出來 那你就說 要設定得很精細 那我理解不到 因為 你簡單來說 他累了 所以他走不動 那一個簡直是潑冷水 你那個位置 其實是很暴力的 他說每一個 他收到很多數值 如果是MP 即是精神的一個數值 會思路變零的話 他前面有解說 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說 你懂得看別人的數字 就是數字化 但你以前沒有說過 這個位置也是奇怪 然後就是 那些人說 哇 難以置信 為什麼一個level 1 可以打來一隻掛 然後他們第一個反應 就是什麼 進來 給我看看他的數值 看看他是否出錢 如果是的話 我們要告訴他 你懂什麼外掛 那些人 是很典型玩家 就說 有沒有搞錯 一隻這麼低level 你第一個反應是 他是開外掛 你不會覺得他是有實力的 這些人很有脫 這些就是禮儀 就是說 一隻這麼好的遊戲 不應該被破壞 那我當然要回顧給GM 究竟他有沒有破壞規矩 然後 這個位置 其實我又覺得 也是說 潑冷水的東西 你無緣無故 看數值 看數值 好像神才看到 其實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我都覺得這個位置 有傷口 但 偷看人的數值 他說不對 但我們都照偷看 他都暈了 但你自己一個人 怎麼看資料背著呢 他都是透過阿神 告訴他 你的數值提升了多少 其實即使他講謊 他都照順 還有 都順便說一句 其實神 他到後期都越來越破格 我都不知做什麼 這套裡面的神 Anyway 繼續說吧 稍後再說 這個 在這個情節裏面 就是 整個故事 應該說 打牛頭人這一節 其實我覺得 真的做得不錯 在這部動畫裏 在這一節裏面 但就是 被最後這些所謂的觀眾 說了些超無聊的對白 破壞了整個氣氛 破壞了整個氣氛 簡直是搞笑 我覺得是 然後又說了很多設定 然後又說 要升等級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要完成一些功績 那他這些又是 叫做什麼呢 他設定了 他說完成功績 但是 你沒有一個很嚴謹的設定 怎樣為之升等級 很空泛 純粹說了一件事出來 但是什麼為之那件事 他又沒有很詳細說 那我整天去砍石的功績 我真的砍石不打怪的 然後他又解釋 那功績是代表什麼呢 你要完成一些叫做 一些英雄事跡的東西 怎樣定義 你也是定義不到的 英雄事跡 我覺得千古文明 持武運的轉身 所以都是小事跡 所以都是小事跡 有冒險者等級 即使你是一個鐵匠 你是一個支持者 你是一個支持者 你都有一個叫做 冒險者等級的東西 即是說 每個人都有冒險者等級 其實我覺得就是 然後你就要去想 那支持者 怎樣才有英雄公職 我真的有多稀細其真 不是啊 每域都有一千顆魔石 那些人都不是 迷著你想想 每一個英雄式的支持者 他通常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英雄搬的犧牲 他幫他擋箭 擋箭 即是要這樣 你先走我電後 但最後我不死 這個還不夠英雄嗎 不是 我可以答說 什麼叫英雄式的支持者 你有沒有看金融小說的 每個藍珠哥 撿到本事 哪會變成英雄的 那那個支持者是誰 不知道 那一個支持者 撿到什麼英雄的書籍呢 他可以撿到 我可以用十秒之外 撿到一百顆石 所以這個就很英雄 好像鬥快吃比賽 你會見到就是 很明顯就是 沒有出路 其實這班 你不是主打的冒險職 是沒有出路的 我很理解 這個遊戲這麼少人玩的 這個職業 不是 這個世界為什麼這麼少人 做這個職業 真的沒什麼出路 就是完全是那些 將來你長大 就不能出去做supporter 掃納什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名詞 呆名詞 你這件事是一個 不是 就是這樣說 有前途的職業 當然是做金融行業 你做什麼文員 再不是 做地盆 都找得多過他 我覺得這些職業性的東西 其實你很難去界定 其實你這裡說了這件事 然後有英雄公職 我立刻想到 我也是說 因為你說的設定那麼死 我就一定會有人疑惑 那些人怎麼升級 所以劇情之後質疑 他們那些人是否造假 貝爾是否有什麼東西作弊 數值那些是否有什麼 自己作的東西下去 我都是很正常的質疑 因為作為一個觀眾 我都想質疑一下 其實就 然後跟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什麼 升完level之後 應該說 可以有升level的公職 然後跟著 就是要開會 神人要開會 說 究竟 要不應該給你升level呢 原來神有這個用途 我還是那一刻才知道 其實 然後基於神的用途 就是什麼 他不止的 還要幫你定名 定清得好 這個是神的 委員會開會 其實是 這個是神難得的樂趣 你不可以抹殺了神的樂趣 他們越喜歡就越開心 其實我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神那些 他自己都要打工 他養回自己的家族 應該這樣說 就是看你的工會有多麼強勢 你沒有見過 老體狂出去打工的 是藍絲帶神師 要出去打工的 那些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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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地下城冒險 賺夠錢的 養回你便沒事了 當人費的 賺不到錢的 要神道歉出去打工養 你便沒辦法 對不對 對嗎 在這個位置 其實商業斌了很多事情 原來 Level1 只可以去這一層到這一層 這樣 就不可以去下一層 才是 你只可以去一至十樓 十一樓到二十樓 就不適合你去的 打工館都知道 這些東西 真的好RPG 你用一個數 他現在是用一個數值 一個設定 來定一個人的強弱 然後就告訴他 有人可以凌駕這個設定 去做出一些超越我 明明是一層 我都可以打贏二層的 很厲害 是很厲害 但我覺得不合理 我覺得這個是純粹是前的經驗 根據你的經驗 Level1 到某一個層以下 就會很容易死 被一招KO 代不代表他沒有可能落到去 這樣也未必 當遊戲來說 貝爾去到工會櫃台 接了12樓 貝爾先生 你Level1 你不禁止來接 但現實中 貝爾可以直到12樓 他可以 沒有人妨礙他的 但問題是 你會死的 這樣 我也同意 英人姐的說法 應該是前人的經驗 不然就不會有最後一段 那個西國牛仔鹿那個神 那麼犯了那個男神 就在那裡 哇 咒詩啊 你看新的時代 諸如此類的句子 因為他就看到一個新的厲害的強者出現了 有一個新的外國人蛋身了 對 破破了紀錄就改寫了 是啊 類似的 剛剛我們也說錯了少少的 拉火車那段是之後的一段 拉火車就是見雷二神那班人 就拉火車了 然後就令到貝爾他們要扯戰扯逃 我真的說 為何地下城會有安全區 你不會玩RPG的 你走路有雙鋪 那就可以安全推 明白嗎 這個應該是save point 如果這樣的話 save point的話 我應該是覺得 什麼 我應該是可以全媒服MP和HP的 有啊 就媒服雙環 放一些裝備 沒事的 很正常 最適合的是一個村莊 還有一個PVP區 還有一個地下城 那邊有一個 哈哈 你記得盜冊過 因為其實他那裡 因為 我知道什麼的 因為我有聽過一些朋友的原作 其實 地下城的結構是怎樣的 之後有說 但是 在我動畫現時點裡面 喂 那些怪會 respawn 有respawn time 就是說 之前就因為說 我們之前有人打完這波斯 那波斯還沒有respawn 就可以去收拾東西 就可以衝去下一區那裡 這些是典型舊式 MMORPG裡面的設定來的 就是一些低級 你怎樣用高級的角色 帶自己的低級的角色去下一層 就是什麼呢 用自己高級的角色 清晰全層之後 然後低級的角色 就立即衝一下 就衝到下一層 聽眾覺得 這些是否好 但我老實說 我不會覺得好看 我那一下 聽到respawn time 其實都是那一下彈出來的事 我們可以衝了 然後就下一個門口位 我會作為一個觀眾 去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都是一個 突然出來的設定 去合理化這件事 可以發生到 沒有啦 他竟然有遊戲的背景 那些怪是什麼來的 那些怪死了 會翻身 老實說 老實說一句 我都覺得這個小說 繼續出現的地下城設定 都是令到劇情 他想做的劇情 以後一節那裡 其實我覺得更加就是什麼呢 所有設定是 即劃打自己 神就不能落地下城 我要救我 這個才是最划算 正如我說 神這個設定 在他們後期若可有可無 嘩 神不可以落地下城 偷偷地下就行 嘩 你都不是很偷偷地 你們很光明盛大 不是 他帶這個設定出來 然後他偷偷地下 我反而都不是覺得有問題 只要他後面劇情 做一些 原來他做的這件事 會有什麼後果的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看完整套 說給你聽 更加沒有後果 知不知道在哪裏 是藍絲帶神 整段動畫 你們唯一有氣氛 最多氣氛的位置在哪裏 神化 開神格 沒問題 神就是難 神來 所以其實這件事 叫做舊式Online Game裡面 GM是很不成名規的 GM是不能參與遊戲裡面 用GM的角色 參與遊戲裡面任何活動 因為會影響遊戲的平衡 但他又可以通知玩家 要發生什麼事 所以其實根本上 神就是GM 而且我覺得最愚蠢的一件事 可能真的是GM 因為有些玩家 做不法行為 在地下城裡面 玩PVP 所以他就是GM開神格 這是Online Game式的想法 但如果觀眾覺得 一班這樣的小雲雲 就用一個神格出來 開一開 好像不用錢 那一開錢 之前你講得明白 神入房間之後 他們沒有一個神 我這樣說 你好像進地下城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進不了 即是好像 地下城是 好像有一些制約 令到神是進不了去的 甚至乎 是有些結界 他想進去的時候 直接 受傷 只是擋他 擋他 擋他 或者是 會持續 影響他的生命 你會見到他越行越辛苦 我也覺得 我也接受 他真的有一個助奏 神是可以進去 但你真的很短 很短的時間 你一定會死回來了 或者那個恐怖 會越來越小 會 藍絲帶會 會 那男人就麻煩了 那個八六神的塔 其實有很多設定 有很多故事的情節 令到我們 很沒緊張感 舉個例子第一 暴露狂那個 那他為什麼會不會出手 又披著斗篷 走來走去 因為他不可以暴露身份 他要派一條男子出去 去搞 貝爾 不是他出去搞 原來呢 藍絲帶那邊也沒問題 開神格 都好像是 說一下死帥仔 沒所謂 那為什麼一開始要搞 那麼多這樣的花款 是不是有些愛呢 就是這麼多嚴謹的事情 為什麼我神是不能下去 他自己打自己 所以他要借在很多事件 不直接參與 他大致就是 給一些危機貝爾 就好像試煉 就說英雄是需要試煉的 那我ok find 你喜歡搞屎棍的 就是說 但是你因為 地下城 限制了你 不可以直接去搞屎棍 要經過淫去搞屎棍 那我都說ok find 那你起碼都叫假蟲 然後轉過頭 那些神全部都能下去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哪裡 最大的問題是 一來這個神格的威嚴已經沒有了 然後之後 貝爾打的時候 就一膜膜一彈出來 就是那個暴露狂 就說 這個貝爾真是很強的 嬌寸一聲 這樣 這傢伙真是一個癡女 是一個超級的癡女 這個人其實在這裡 這一節呢 其實也在到最尾這一節 這套動畫 其實暴露了一個問題出來的 如果 所謂叫做什麼呢 理論上是不會發生意外 這個故事是沒有話可說的 所以每次都要在這個地下城裡 就要突發出現一些 不在這個層級的東西 有一隻高層級的東西 無緣無故滲下來 我記得樓上的那層級比較低 應該是比較弱 應該是比較弱 我也很奇怪 除非在地上爬上來 下一層爬上去 其實我真的有點不太明白 劇情其實是我看漏了 還是我看不明白 你有沒有解釋過這件事 為何會掉到第十八層呢 沒有的 不是因為十七層 因為我唯一聽過那個說話 又是那個牛仔鹿那個神在說 地下城討厭我們了 要來懲罰我們 我們發現了 有神進來 我心想你不要那麼隨便 解釋好不可以 錯了 如果地下城真是這樣的 冤有頭就有主 你追求那兩個神 你這樣說 他追著黑斯蒂亞的話 我也覺得貝爾要挺身而出 我也覺得 但很明顯就是 他們惡意是對付冒險者 那個地下城討厭我們那一刻 我覺得 你超展開都不要這樣 毀滅自己地下城的設定好嗎 那你高的怪仔 高的地方出現 你高的怪仔 低的地方出現 要搞這麼多事情 那你早就不用設定這件事 之前的話 已經說完 因為有人拖過來 我會覺得這樣說 為何這個世界裏面 冒險者 沒有一年半載 甚至可能一輩子都升不到 那原因就是 喂 當然啦 如果照他的地下城定 我永遠是一至十層的話 如果要他們所謂的公職的話 你又 叫做什麼呢 再低那些層數的話 是違規 危險 的話 那 正常 一個叫做什麼呢 守禮儀的冒險者 他是永遠不會有公職的 我的公職就是 我一輩子都很守禮儀 那貝尾多是拖怪的拖火車 人都要 是不是拖高階的鬼給他打 我需要明白 為什麼這麼少人 可以像貝爾一樣 一level 升一兩個level 其實可能他跟貝爾一樣厲害 但他沒有貝爾的運氣 不是應該說 越守規越升不到level 越想升level 你就越遺規 好暗 這些也是RPG裡面的最大手則 就是 中中直直 中最黑城 一個人就是什麼呢 好像很舊式的 無論RPG或MMM裡面 你要保持自己是善和守罪 這些角色不好玩 你就是要運貨和什麼呢 那些是賺不到錢的 真的 只要什麼呢 殺人越貨 只要一拖就行了 除非你那時候 他玩的就是 阿拉加在開新手放緩時段 可能運貨的經驗值加倍 那當然貝爾那些是很高階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運責問題 人地犯規 他說可以 他繼續加善值和守罪 但是我照樣可以吃光你的所謂怪他 不是啊 我是解決那件他違規的事 不是我搞出來的 所以我就是有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好點的動畫定律 主角為什麼可以做好人呢 因為壞的人不是他做的 壞的事不是我做 事件的起端不是我 我只是挺身而出去解決這件事件 所以經驗值歸我 但是壞的事就不關我 我那時候沒有殺人家 然後走到哪些人 人家殺就不關我事 是不是這樣啊 我知道我明白的了 你有沒有讀者說阿拉蕊 沒有 還有我再一次在想 這個高階怪在不應該出現的地方 出現這個情節 是有了四次 我告訴你 第一次劍機救他 第一次發生 在城鎮那樣 受暴走 第二次發生 第三次打牛頭怪 第四次 沒得倒了 那時候你拿來 因為有了四次的橋段 不算是劇透的 但是根據之後我的朋友告訴我 之後這個橋段是會繼續 來的 這個是阿拉蕊 不要跟他這麼近 我會死定了 我知道了 他對應這個區域題目 海後其實是海後的故事 有沒有搞錯 有些什麼呢 我明明在一至十層的區域 為什麼會在地下的地下的地下 會怪給我的 然後就立刻發了一句話 說我 我這樣在地下城鎮後 這些這樣的模式 你有沒有搞錯什麼 背心 你那些神人 可不可以讓我休息一下 你們不是以為是鎮後女國 原來是這樣 是怕怪獸 沒錯 有沒有搞錯什麼 喂 月級的 那東西三十多層 為什麼在十八層出現 真是苦命 男主角 而你說在最後那一戰 所有在安全區裡面的冒險者 一同去對付那隻 進擊之巨人 是啊 是巨人來的 對 好像很熱血一樣 跟你玩這個 什麼 Party Crash一樣 在網絡裡面 有一堆大型的 搭屍打王 是啊 搭屍打王 那種通常是 不知道什麼活動 搞什麼活動 那隻怪獄特別厲害 是啊 就是一起出去玩 那些森子特別高 然後呢 要打死的要碟屍打 如果一隊人 拿到六十幾個 唯一整幾個 磨怪無怪 再磨一磨 那一刻 其實也是很典型的小說 你會出現的情況 哇 那隻怪真的很難打 然後有一群人在那裡 我們每人都開一個大旗出來 那些怪獄 尾刀就被男主角 一夜搞定了 尾完之後 再翻山 是啊 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反山完之後 主角就說 那顆元氣彈不是很厲害 再集過去 集完再滅它一次 又翻山 怎麼搞呢 但你覺得有沒有緊張感可言 我覺得沒有 沒有 因為你知道是什麼 他會在適當時開一個設定出來 告訴你 就是 我就是因為這樣合理化這件事 你不服嗎 沒有你不服 設定就是這樣的 正所謂同一個招數 都不可以對觀眾用兩次 聖斗士嗎 觀眾都是聖斗士 你知道嗎 這個橋段在之前 打牛頭又玩了一次 其實 你再玩一次 是沒什麼用的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這裡也崩出了一件事 就是 中途加入的鐵像 那把魔劍 我們認知裡面的魔劍 只是只有支持者 用過那把這樣的匕首仔 是有些威力 但是 原來他用那把很強 甚至強到我覺得 什麼呢 你真是主角吧 喂 你明白 主角那把是人家最 現在DOTS是最著名的那個神 打到出來的 不是他自己打造出來的 那把劍是 不是 我現在沛爾搶那把 但是旁邊 他的小子 自己打那把魔劍 這麼誇張的 放在地上 你是沛爾那把什麼 不是 大哥覺得是一次性 大家會說 Soul Eater 這個 Excalibur 真厲害 不過主角不能用 當然他這裡的設定就是 我帶一把魔劍給你了 你 你的同伴你不夠 你應該要撇除 這件事都是你能力的一種 你不用的話 你遲早會後悔 他背景設定 背景設定 這把東西 然後就用魔劍 我覺得這一節 其實我相信 可能小說圓著 會有多些的提及 因為你現在那個位置 無緣無故說 因為我一直都不知道 魔劍的強度去到哪裏 十阿太用那把魔劍 你看到就是 就是跟 花波差不多 甚至乎 他沒有提到 他究竟 為什麼這麼真 還有魔劍是有多強大 其實我想說 那一下每人放一招大絕 唯一我見到 還有效果那一個 是放 念咒文 然後封印那個人 然後你一個 是玩飛天鞋 那一個 完全是不知做什麼 飛天鞋 因為回答我 其實飛天鞋做什麼 當然是在這裏 吸引他的眼球 那隻鬼看著你 要吃你 那隻怪師 但他又不是平常 用拿著盾 去坦那隻怪的東西 他那一刻飛著飛著 那一幕 我都覺得在做什麼 會被罵一坦 你明白嗎 真的沒有見過 真的很有趣 所以這套 這套 這套戰鬥 其實 血力的原因是 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都是 這期的動畫都是 所謂的遊戲設定 那些東西 是不適用的 其實你用得太死 你死到是 就是 我那一刻想到這個設定 我覺得挺有趣 然後用完之後 其實這個設定 會影響到他後面的 一些劇情安排 然後他就特地 找些東西 就無視他 或者凌駕於他 那套東西 我覺得 我不會覺得 主角是有危機的 你總會有個外掛給他的 不是他會死的 沒有的 其實正如我們 一開始 新發的時候說 其實那些設定 是被你快速導入 其實根本就是 就是 你作為一個讀者 我看到HPMP技能 數值 很快就導入到這個世界 其實他不是有實質的 我覺得不會 反而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純純水水 用個奇幻世界 其實那些人 不是更容易代有 他現在也是奇幻世界 但是他用了一些 叫做 他沒有說過這隻是遊戲 設定的東西 然後跟著 其實你叫做什麼 魔石 其實就是這班抗工 我叫做這班抗工 合石 打魔石 其實打來 這個世界 其實是說魔石 很多用途 那些東西 最重要是 那些是RPG 相反的 那些是米藥 不要每年找你 供應給就行 沒有的 魔石可能是說 這就是 一個王者 於當年 侵裂一個魔境 總之你打一顆石 出去寫 買給雙人 沒有雙人買到哪裏 不要管 通常很多用途 都是用來增加遊戲氣氛的東西 都厲害 你不會對世界感興趣 其實這套東西 我會這樣說 這套東西 純粹是叫做什麼呢 角色的屬性 對人的口味 但不是故事 對人的口味 因為故事 老實說我都是這樣說 脫力的 整個故事都是脫力的 從來都是覺得 藍絲帶的神 很有人氣 哪有人說過故事 所以到後期 你發現一套東西 原來沒什麼人說 因為大家已經開始 說完要說的東西 全期我覺得 算是挺吸引的 你想知道 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架構 但當它說了給你聽 那個架構 你就會覺得 你搞笑而已 其實你在這裡 對 你這套藍絲帶的底牌 揭完出來 原來只有這個東西 前半季 比較吸引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 一些動畫 它弱小的時候 最好看 弱小怎麼變強 一路變強的時候 會比較好看 前半季 我覺得還能做到這件事 但後半季開始 越來越補充 沒有啦 你永遠都可以打到 一些月級的怪 其實我不覺得你有多厲害 你也是可以的 沒錯 這套也是搞的 然後最後告訴你 主角是什麼 主角是宙斯 最後的眷屬 然後成功靠副鋼 沒有啊 日本漫畫最喜歡玩什麼 血緣論 血緣最厲害 說到有些補充 其實可能就是 其實都不緊要的啦 一開始那個 那個運動機式的衝景 會增強能量的設定 都是主角威能的東西 但它越跌越加越多 其實沒有感覺 他不會說 沒有交技能 你不會覺得是主角的努力 很多時候 他用劍機練劍那一段 然後 他自己努力去鍛鍊 那些東西 他這些努力 比起他這些外國 簡直是微不足道 如果 他的鍛鍊 可以加到一點AGI 他的外國是加一百點AGI給他 這個也是現在牛頭人打那段 好看過最後的原因 因為牛頭人打那段 劍機練劍 是至少有他的一定的功用 在裡面 大家是覺得 原來其實不是 沒有東西看的 是那一刻的智術 是有些用的 甚至你不會期待 他再升等級 學到什麼技能 根本都不需要 是啊 他兩個都玩了 你只要有多身技能 你只要有那一招 你之後學什麼技能 其實都沒有什麼影響 我這樣說 最後就是 其實他這套東西裡面 我覺得設定是多餘的東西 是有幾樣東西的 第一 能力參數 技能不要緊的 我覺得技能 你可以靠神去看法到你的潛能 知道你有什麼技能 讓你的潛能不會再潛下去 是一些浮能來的 我知道黃主華 是一些浮能來的 他可以成為一些 我覺得OK的 但不需要告訴你 因為能力的東西 就是你不會配錯 原來你那支技能 是補血 死了 我加了我攻擊力度 我沒有MV 至少這樣說 實在說 你加入了這個工會 就能夠令你的潛能 變成浮能 可以清楚知道 你日後的路向 應該是走什麼的路 我覺得OK的 但不需要告訴你 因為能力的東西 其實是很 你如果有點數 就是 就變成一隻RV 然後就說 他的攻擊很厲害 能夠達到一百點的傷害 應該 那場旁述應該是這樣說的 很難以相信 一個人一level的人 竟然能夠 對一隻level2的怪 造成一百點傷害 實在太厲害了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 這些不是以前龍珠 總會一一一 你受訓來擔心 大家掛掉了 超過十八萬千 超過的 超過的 你都不會知道 究竟是十八萬戰鬥力 但不要緊 你起碼數字和數字之間有比較 一個level1 正常對這些怪 才能夠造成十點傷害 他竟然就算一百點傷害 究竟這一百點傷害 究竟是怎樣做出來 太厲害了 勞之妹說 Level1的一百點 和Level1的一百點 沒有這件事 但是你知道 一千點戰鬥 二千點傷害的實力 會造成一個什麼程度 他開頭龍珠 尤其是有一個 就是 幾多萬點戰鬥力 你要看到那些氣 腹蓋的度 以及他的氣的表現 龍珠 甚至是你去到後期的 就是 那些氣會帶電 你會知道 不同氣的吸數 就是有不同的 你會看得出那個強弱 有一種視覺效果 但是 你有個數值 你跟我說數值 S什麼 都好 你沒有個數值 我不會感覺到是什麼 就是我沒有個對比 其實這個數字 對我來說 超級配二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等級那件事 我都放過你了 第二件事 最大件事 就是對地下城的設定 其實我看到一個塔 來的 是不是地下城 還是地上塔 向下走的 不是 那個塔只不過是向上 但是他也是向下 是 這個外觀上的問題 他只不過是一個地標 告訴你 地下城的高度 他只是一個很大的路牌 你這樣想 你不跟Marky那個迷宮 不是 他上面是商業區 他上面才是打的 天空之樹 你有沒有去過地鐵的單位 商場 不是 上面鑽車 鑽車是兩件事 上蓋物業 那些其實是 不要緊 我覺得整個戲裏 除了有數值 這件事 很多東西是可以做得很好 其實是 但是他一提數值 提數值 有數值 即是有比較 有比較即是有黑度 嗯 但是如果你給不到我看黑度 那I am sorry 你又要開外掛 又要給數值 那你就自打嘴巴 完了 更加不要提 就是他裡面那些其實 種族 其實你當 都不需要怎樣提 其實上蓋你當 沒有什麼矮人族 什麼 是 什麼來的 市場 市場需要 那些 售爾 是要售爾 售爾 亞馬遜 即是 我以一個穿得sessy 那我就做個亞馬遜出來 是的 不同屬性 你種族不是滑作造 有些人有中派 有性事 什麼都沒有 一個人打出來 其實 用的東西就是什麼 神 其實 酒神 你都有 這些神的東西 其實都會說 酒神其實是釀酒 那些東西 其實住院之神 其實我說 是不是每個神的家族 都有一些特殊能力 我覺得 我會看得清楚一點 其實你加入不同家族 會令到你的能力 可能我原本是 我用劍術的 但我相信了一個風神 我會用這個魔劍術 可以斬真空斬出來的 然後說 我相信火神的話 我就是火焰劍 我也覺得OK 其實 但是那些神 相信洛基 我對我來說洛基 是欺詐之神 那 沒有關係 沒有 它有少許賣關子 堅累於神 是嗎 沒有東西 堅累於神 有識法術 他們用那些 是 所謂的有識法術 用雞一個摘神之後 怎樣 摘吧 摘吧 他是買了少許關子 例如劍術那邊的神 好像說 他 他們說 他看起來好像很不可靠 其實他有他的能力 他很完美 這個句子 所謂的關子 我覺得另外一件事 就是 究竟 娟叔和神之間 他們是 提供些什麼 老實說 其實神之間是吉祥物 反火 比較有興趣知道 為何 赫斯提亞 那邊 為何會這麼少變熟 反而這些 背景故事 好像是 我覺得很簡單 像剛才的指定 原素類的神 可能操縱火 操縱雷 因為屬於戰鬥力 能夠幫助 我只要相信這個神 其實我可以獲得 基礎的加成 我有附帶雷屬性 附帶火屬性 其實我覺得 不要緊 是很續套 但實際 沒有的 我懂得管這些 為何我會比較算 就是 我勉強可以給他 只是覺得還沒說 因為劇情 你見到我進度 去到我們緣的時候 是剛才儲勢 這三個隊員 就是現在 其實孫生這樣說 可以解釋到幾個支持者 其實孫生這樣說 就是拜了這些神 他們經常會有支援的神 沒有政證 可以做支持者 但是 他現在沒有這個設定 這個你孫生想出來 我老婆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 一向也是 所以現在看下去 首先 即使我的朋友說 你可以看一看 輕小說 其實會解釋多些 但是 我是沒有興趣看 變成 如果那些設定 他已經跟我說 那些設定是這樣 如果你的設定是這樣 我已經令到我失去了興趣 沒有的 如果你以這個宣傳的角度看 他是很成功地宣傳 左個角色 雖然是一條絲帶 那些人是買絲帶 對 還有絲帶 他在宣傳的用途上 是好投宣傳的作用 同樣句語 一條絲帶 對 他告訴你 這個年頭 你要在角色的設定之外 都不夠 衣服的設定都要做為心思 在Cosplay上面 衣服不是一切 你身材才是重要 你沒有身材 你做到Cosplay的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套東西 我都說今季裏面 其實這套東西 角度來說 它叫做 平平無奇 至少就是 有些角色給你看一下 不是不覺不申 我叫有些漢典 前半季OK一點 因為沒有東西看 下季當然是好一點的 我們錄音的時候 今年不知為何下回 好看春花 好多東西看 這麼季 春花不是一向都同意嗎 不是 春花也是大季 但是下回越來越多東西看 這幾年 不是春花有大作的 但這套東西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的附加價值 在於你有多少打機的知識 但以這些打機知識 也會影響到你覺得這套東西不好看 這套真是兩印的 那我們去到這裏吧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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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